《英倫銀行議息》 回到節目時間 英倫銀行議息 最搶眼球是央行有一個假設的情景 就說今年英國經濟會收縮1.4% 當中第二季收縮2.5% 這些數字就是300年來最差的一個預測 但你看回英倫銀行今次又維持議息不變 亦維持量寬規模不變 又沒有即時再寬鬆 其實是的 不過市場預期都是這個數字 所以沒有什麼意外 所以當英倫銀行的意識聲明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磅都在試支持位置 所以有反彈 但其實會市值得留意 其實不同的貨幣堆都整固了一輪 最近都去到比較大的支持 看見那個磅我自己看 就畫了一個循環其實也穿了 剛剛晚上突然有一個人跌下去 就穿了1.23%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都要留意 匯市那邊的狀況 會不會說美急會再升一輪 令到那個磅會再跌 而且走勢上 其實跌到閒線都合理 因為英國其實你留意歐洲那邊的疫情 似乎慢慢緩和 但我今天也看到 即是畫上一個圖 去看英國那邊的疫情的新增人數 是很穩定的 每一天都是大約4000至6000個個個案 跟其他國家有一點不同 就是其他國家的第一輪爆發 是突然會有一輪飆升 然後再慢慢回落 但你見到英國那邊 其實都很穩定地有這個數字 所以其實也值得留意 就是疫情究竟有沒有受控 還是疫情是慢慢地不斷蔓延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令到大家擔憂 就是說疫情對於英國的經濟影響 可能會比其他歐洲國家來得多 所以也反映那個磅 為何會率先自己下破了 我想這幾件事都值得大家配合和留意 Edison提到確診數字 和大家簡單看看 英國的死亡數字超過了3萬人 就超越了意大利 就成為歐洲死亡人數最高的比方 所以現在就看到手上的看信 好了之後就出席了國會 又說到星期日就會公佈 是不是一些 之前實施過過幾月的居家令 封城等的措施 預計都會放寬 甚至說下星期一就可以做 那究竟現在是甚麼 有一個合適的時機 為了要看看經濟的打擊有多大 就要放寬呢 我想正如剛才Edison所說 我想英國方面的疫情 很明顯就沒有歐洲大陸那麼理想 你看回西班牙、意大利 其實一早已經出了高位 亦都見到每個星期 都在高禮路不斷地回落 即使你說德國、法國 都是近似的情況 我想英國方面 現在的情況很不幸 近似美國 是正確的 在高位上 每天新增的確診個案 就下降不下來 雖然沒有進一步大幅增加 但下降不下來 其實也不是一個好的訊號 告訴大家 疫情雖然沒有進一步變壞 但整體來說 也沒有變好到 所以我想英國和美國一樣 如果有過早復工 或者經濟復行的情況 我想第二波爆發 市場也會擔心 而且風險也不小 所以我想 都會令市場覺得 英國方面 無論經濟前景 整體匯價的前景等等 都可能相對比較弱一些 而且我想整體來說 英國會比美國好一點 就是在抗疫上 較為認真 所以我相信 即使這刻 最終情況未過 也好 可能一、兩個月後 它可能會跟回歐洲大陸 但反而美國方面 我覺得暫時來說 也未必真的這麼樂觀 或者這麼有儲況 如果央行的角色 你見到它今次 剛剛提到 維持在0.1%不變 然後買債的量寬規模 還未有改變 但市場已經預期 六月可能要工作 是的 市場 我想現在都預期了 英國銀行 六月份可能會增加 買債的規模 大約750億左右 亦可能會在7月份再增加 當然我覺得 在經濟環境上 絕對有需要 因為剛才提到 與其第二季的經濟 會出現25%的倒退 這一點都不是 任何國家 是可以承受的 一個倒退幅度 所以我想 央行要再做多些事情 我覺得這也很正常 不過我想 除了看買債的規模之外 我想也要留意 英國銀行方面 對銀行方面 提供的信貸方面 是否真的有做功夫 因為央行不只是買債 基本上都可以透過其他渠道 為市場提供資金 其中一種渠道 就是透過銀行 借一些便宜的錢給他們 希望他們再借出去 社會上 而事實上 我想大家在香港的投資 都很熟悉 英國銀行 早前都被英國銀行指令 不准派息 其實這些都是其中一個手段 所以我想這些加加賣賣 都是整體去看 就不只是買債規模 是多少 看到一些外電消息 就說到央行說 英國的銀行業 就應該要繼續借錢出去 不要說因為怕有損失 就限制了借貸 否則情況會更加差 央行也說到 必要時會再做一些適當的行動 去應對 和大家一起密切看著 英國的情況 節目時間都到這裡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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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